纽约市警方6月7日正在寻找一名男子 该男子周末在布朗克斯火车站抓住一名妇女 并将其推上铁轨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交通系统之一 发生的一系列暴力犯罪中的最新一期 周日下午 纽约市警方在推特上发布了一段视频 显示一名男子走到一名女子身后 用双臂搂住她 将她扔过月台 扔到威切斯特和杰克逊火车站南行轨道上 纽约警察局发言人告诉路透社 这名妇女被送往医院 目前情况稳定 当地媒体报道说 在火车到达之前 旁观者帮助这名女子离开了铁轨 她的锁骨骨折和鸽伤 提供3500美元悬赏 以获取导致逮捕袭击者的信息 袭击者身穿白色无袖T恤 短裤和棒球帽 背着一个红色背包 我领化碗